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M大家好 感谢收看由清纯的不要不要的丧了 说你带来的DOT2没有片头的视频解说 比赛解说 那么之所以这两场比赛没给大家做视频 是因为没有做片头 是因为没有好的创意 想不出来新的这个视频的内容 片头内容 所以呢咱们就先不用片头 先不用片头 咱们直接非常痛痛快快的直接就进来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TS6第六三巅峰连赛 第六赛季中国区总决赛 一后我们对战老干爹的比赛 BO5的第二场 上一场比赛呢 因为感觉自己好像脑子有点乱 而且说的东西都是临时想 然后一边想一边说嘴 说老是嫖 所以刚才上来咱们先溜溜嘴 看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BP 一后我们刚才上来是搬小狗沙王 把没币的沙王给搬了 老干爹呢则是搬掉了 伐木鸡和这个蝙蝠 一手抢了一个神域 吃一线长一阵 上一场比赛你老鸡这个 用一个机去一天到晚 到处的在拉 到处的在拉 所以这个 也是比较讨厌 不管是从视觉上 视觉效果上 还是从咱们脑补的画面上 所以都不是很美好 所以就给搬了 一后我们这场比赛呢 第一手是拿小强 第二手 哎呦 去第二手就拿帕格纳 这个太着急了吧 太着急了吧 但是这样第二手拿帕格纳 其实对于老干爹来说也比较难受 有好多英雄就不太适合去拿出来了 被这个帕格纳克制的太狠的英雄 尤其是有法球类的 还有水人这样的英雄 英雄 当然法球类的特质黑鸟 特质黑鸟 还有像Tinker MAYBE的Tinker这辆比赛 我想拿出来的话也是风险比较大 很有可能会被这个棒子给资的 对吧 资的生活不能自理的感觉 那么这样 这辆比赛看见老蓝爹的选人怎么拿 这个其实帕格纳这个英雄 如果早一点拿出来 对方是很难去针对他的 就是你如果一定要去拿 这种凸脸的 强单体控 然后瞬间切入的这种人的话 那对方也可以去转头 去拿一些这种反冲脸的人 或者是像ehome这样 我前两手直接有一小强的反冲脸 然后再加上一个帕格纳 你看老蓝爹这个第二手英雄 不好拿了 他有很多计划都会被打破 可以考虑是不是 拿尖胜 我刚刚刚说是不是可以考虑 拿一个小黑这样的吧 因为这场比赛 第一手是直接拿了神月 他对后边是可以考虑 把小黑体系掏出来的 接受拿一个小黑 然后呢 我再拿一个vs 小黑vs加上神月 这三个人在一起的话呢 这些人的技能消耗 耗蓝都不是很多 所以vs 而且vs本身呢 就是一个进去死的一个人 他在前期 还是中期团战的时候 我只要能把自己的大哥换出来 给上你一个锤 给上你一个肩甲 然后我死不死就无所谓了 我只要能够吸收到足够的伤害 这样的话也是一种贡献 所以老干爹 是不是可以考虑去拿小黑体系 但是第二手是直接拿了一个尖胜出来呢 小黑体系已经不可能了 小黑体系搭尖胜的话太蠢 第三手的搬人方便 以后我们选择是搬了一个赏金 老干爹是搬了一个德鲁伊 继续搬人的话 帕刚娜这个英雄 比较怕的就是对方这种耗蓝 你看他搬的一个神灵这个点 他搬的这个英雄 就是围绕着你这种蓝耗比较低 然后呢 伤害主要是由物理伤害打出来 但是还有一定爆发力的这种人 还有一个英雄 不怕帕格纳是谁 是那个凤凰 凤凰技能耗自己血 不怎么费蓝 全掉血 不用你打我 我自己掉血 最后一手 咱们快速的过一下吧 快速的过一下 因为这场比赛 我很想知道 我很着急想知道 老人家怎么去针对帕格纳这个点 现在拿了一个剧毒 剧毒这个英雄拿出来的话 剧毒可以利用自己的棒子 去磨这个帕格纳的棒子的血 就是两个都是有大棒子的人 只不过就是剧毒的优势是他的棒子多 然后帕格纳的棒子是厉害 看一下一号 选择是在第四手掏了一个拉比克出来 难道是要偷棒子跟你对着插棒子吗 难道这场比赛会变成一个大棒子的比赛吗 哎呦我去了 感觉这又拿出来又粗又长了 这个棒子可是有点厉害 但是问题你当着拉比克那边拿这个英雄 难道这会变成一个两个巨型大棒子的比拼吗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手 搬人 老干爹这个四手英雄拿出来以后 他最后一手英雄可以选的范围是比较广的 所以这个想针对的话比较困难 那么这里我们先缓慢的等待一下 我去做一壶水 大家稍等片刻 扮火猫 扮火猫是聪明的选择 扮火猫不要让梅比拿着一杯酒 这个选择是很正确的 所以大家稍等 好我现在拿一杯水 好回来了 本来我是想着上一场比赛做完了以后呢 给大家去做这个 就我去做水 然后把这个第二场比赛 后续比赛的这个水都准备出来 然后呢 我再给大家接受这个比赛 结果口分太顺了啊 直接就把第二场比赛开了 那么开了就开了 开了咱们就接着路 最后一手 梅比是拿了个炼金 炼金术士这个英雄 怎么说呀 是无奈之举啊 这梅比已经看出来了 这个局面我不能一为九 这个比赛赢不了啊 而且他拿出炼金了以后 ehome这些人没有足够高的爆发 秒不掉这个炼金 看看ehome最后一手 是不是要考虑去拿一个 拿AA也不行 其实是可以拿AA的 他拿一个AA出来 让府王中单 帕格纳打大哥位 然后拿一个AA出来 去配合自己的队友 这个不是不能打 团战有小强的话 定位这个炼金很容易 就是说我直接用小强 站在你酸五里开皮 然后呢 AA的一个 然后一个穿测 AA的大招直接甩过去 这是肯定能砸中的 不过他没有选择 这样冒险的一个行为 选择是拿了一个克林克兹 拿了一个骨弓 塞拉的帕格纳 这个点是不会变的 那就说是一个骨弓 加上帕格纳一个双人拆塔的这么一个节奏 帕格纳利用自己的臂去耗塔 克林克兹利用自己出完魔龙枪以后 这个超远射程去耗塔 或者说我不出这个魔龙枪 一号兵线 然后尽快的出完灭 尽快推你的塔 可是问题是老刚才这个阵容 手塔很强啊 一号位的剑胜 二号位的中单的一个练金 然后三号位的一个剧毒 再加上有一个神域和世王 这个手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好了我们直接进入到比赛当中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进程 希望这场比赛不要再像上一场比赛一样 这个 五十分钟里边 五十多分钟啊 咱们闲聊了四十七八分钟这种情况 不要在这样的情况发生 神域这里刚一开始开了一个雾出来 插眼的话 这个插眼的动作 不过双方都没有看到对方做的这个眼 这个有点可惜 俯王刚一开始的这个老十一 这俯王这场比赛刚一上来是够勇敢的 这没开雾感这么上 这个确实有点凶啊 跟Mayby撞了一个满怀 但是两边都选择是先撤退 先撤退 先退兵 上一场比赛老爷爷逗死我了 五个人看一个伐姆姬 直接就跑了 其实伐姆姬这个英雄 在没有积攒出来自己足够高的护甲之前 尤其是在中后期 自己的物理DPS成长起来以后 是很容易把他击杀掉的 并没有选择 大家想的那么硬 就算他有兵甲也一样 他有兵甲 这个英雄毕竟 法案姬这个英雄 他不会出这种纯粹 就是撑血的装备 他几乎不会选择出龙心 这个道具 一般就是选择出一种 这种属性装备 或者像血精这样 干脆就是加 干脆就是加血量 加一部分血量上限 更主要是撑蓝 他所有加血的装备 都会附加一个属性加蓝 但是这样的装备就意味着 他不可能有纯加血的装备 加的那么多 我觉得这个英雄不会像大家想的那么硬 看一下这个真眼 看一下 M99的这个真眼 我准备往哪做 他这个真眼的位置是很关键的 其实按照现在大家一般插眼的习惯 真眼可以选择放在这 可以选择放在这去翻眼 因为大家现在插眼的时候 一般会选择 就是插在这个路口附近 或者插在这个附近 还有一种选择 有可能会插在这个树林里面 但是插在树林里面 一般都是真眼 去封野用 XZ的狮王这场比赛 刚一上来 是直接选择跑到野区 去骚扰 打野 怎么感觉有这个游戏的声音好小 这场比赛一后 我们选择的一个分路呢 是走了一个赛拉的中单帕格纳 然后把自己的老鸡 是打了一个一号位优势路的格林克兹 这种分路和分人来说的话 应该说还是比较机智的 狮王这块钱就被骚扰了一下子 以后自己这只能送野 还不送 这波还想打 送了就完了 这不可能打 不信息 要么这个小强 是跑到野区来骚扰一波你的打野 但是XZ的狮王也是无处不在 给上一个T3秒的一个进化 加上一个E 而且他这个 是依靠一个先毒出来的一个T技能 然后在这个T技能没有打到对方身上之前 直接一个E甩到脸上 这个也是现在神域者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续技能 但是这个有几个前提需要注意 就第一个前提是 你一定要确保你这个T在扔出去的一瞬间 对方是在你这个E技能的射法范围内的 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需要追一下 追上去以后 然后再扔E 这个时候你的T就已经打到对方身上了 那么你后放的这个E就会给对方行星一个回截 这就比较格级了 中路没臂的补刀目前还不错 13刀关键是他是一个的练金啊 老干爹这AME的尖胜在下落混的也是不错 刚才是直接跑到对方塔后断了一波兵 等级已经是来到了4级 这时间莫名其妙的现在2分半钟的时候 竹盖已经4级了 这尖胜等级怎么这么高啊 没有人头没有助攻啊 塞拉这里是空到了一个双倍 不过古法这个英雄在中路是压不住炼金的 他不具备去压制炼金的一个能力 炼金是可以很舒服的在中路混到6 而且一混到6以后你这个古法就更压不住了 就看这张比赛一home的推进节奏能不能打起来 推进节奏如果说依靠这个中单的帕格纳 早一点的把自己的以太这个道具做出来 然后把梅肯秘法都掏出来以后 他们这个团战还是比较好打的 3号位的位置上这场比赛是选择走了一个 腐王的打野3号位 然后4号位的小强是跑到烈士路去混等级 去发育 这样就看赛拉的装备选择 这张比赛赛拉的装备选择是很关键的一个点 就他是选择我先出以太还是先去做梅肯 八成有可能先去做梅肯 就我先出一个密法鞋过渡一下 然后直接把梅肯做出来 再把密法鞋变成以太 这个是最有可能的赛拉的一个出装 虽然说他是一个1号位的估法 但是这张比赛如果说没有梅肯这个道具 他不做的话没有人适合做 他不做梅肯这个道具的话 感觉这场比赛是很崩的 这个地方不会抢了 这个直接一个吼就抢了 下路的神符是被神域者给控掉 这样小强过来扑了个空 4分15秒的时间 捕刀方面现在腐王打野是圈上第一 武功在上路基本是一个无解肥的发育 而且现在开始已经把兵线推到对方塔下 开始去逼塔了 中路的发育方面 目前炼金的补刀是19刀 古法是23刀 那这样的话 Mayby这场比赛 好像是一个没有人管的一个情况 如果让Mayby这么发育一下子的话 古法这个英雄算是一个可以用来去打炼金的英雄 但是他比较 这个T 对方直接选择 直接是 定在原地以后开了一个皮 没打到 不往上追了这个剑手 刚才我没看错的话 刚才小强是独了一本TP吧 独了一本TP 看剑手回头以后 好像把TP给取消了 我不知道是我养花了还是说什么 我刚才好像看见这个小强是开始PTP来的 独了 独了 小强过来一个穿刺 但是对方的这个神域者还是对对手给加一口血以后还是有点硬 独了这个斩没有斩出来 剑手开转 这一个净化给这个独定在了原地 这波玩了6了 再一个好 但是被对方的剑手一个暴击直接给带走了 这一波狮王的这个支援是非常的到位 而且神域者的这个转头给了一个T这个操作确实太亮了 这一个虚无一个B一个吸血一个穿刺 对手给了一个摸缅 但是自己这个位置就要死了 这个位置血太少了 自己独发把自己的棒子给插起来 最后神域者是被小强拿到这个人头 这波感觉不转 杀了一个神域 没有杀到对方的这个小 没有杀到对方的这个 这个家伙 有点亏 AME的坚胜 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的发育还是非常的不错 相位鞋已经到手 这波应该是准备要拉野发育一波 中路的炼金 已经有了6级瓶子在手 身上的总资产 我们来看一下6分半的总资产已经来到了3200 技能等级方面选择的是3级的酸物和2级的一个地精贪婪 而没有选择现在很多主流的这种 就是主地精贪婪的这种加点 这场比赛他主地精贪婪的话问题不太大 因为他在中路对对方塞拉的这个发育娜的话 二级的酸物他可以走上去比较舒服的就补刀 唯一比较大影响的就是塞拉可能不停的用这个C去干扰他的补刀 这个是一个比较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看一下这波二人的开悟 神域者的一个T再加上失望的这个输出 这个塞拉去了 这个队友已经救不下来了 选择TP 还是被砍死了 这个塞拉选择去C自己 然后TP的这个动作应该说已经是选择的很极限了 应该说已经是很极限了 但是确确实实是 对方这个伤害有点高还是 尤其是在有神域的情况下 你轻易的去E自己 你去C自己的话 是很有可能被这个神域给秒掉的 以后没有人对对方下路的这个一塔 这个地方好像是有些想法 这个鸡这个鸡这个鸡 哎哟这个鸡是 哎哟我去 这直接被斩了 鸡因为他这个王的这个斩 他不是按百分比一走 他是按血量走 所以鸡的这个血量是绝对可以一下被斩掉的 副王这下斩虽然让自己的大招进了CD了 但是对方没有拿到很关键的一个道具 武功这个时候支援刀下路以后 是先找了对方一波神域 但是移动速度没优势 开引身走 被对方给上一个 哎给上一个粉以后 没有追死 剑生这里没有能够砍出足够多的暴击了 砍两刀暴击就可以秒了 不过那难度确实是大了点 现在对于长相来说 要求确实是高了一点 不过到现在位置 老干贴的人头数是3比1领先 现在这场比赛在前期的一个发挥还是不错 而且妹币这个点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 八分半钟已经快拿到自己的这个弊章了 弊章钱应该马上就够 九分钟出到弊章 斜皮弊章 身上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风靈之纹的话 这个炼金应该说还是比较肥 前期没有受到太多的一个干扰 补刀数虽然说跟那种 就是完美发育的还是有区别 但是他现在这块已经是囤好了 一波远古 这个等待会自己的低精贪婪等级一满 直接过来把这波远古一收 自己的经济瞬间就起飞了 这两个人要是过来想去搞事情 这不会是要吓我一跳 我以为LM要抢远古 这要抢远古的话 估计没必做退游记了 原来是在等人过来开悟 这波炼金果然是在八级的时候 优先是把自己的低精贪婪点满 这样的话可以把自己的利用不停的 利用自己的酸物去耗这波远古野 然后呢去收掉一些额外的外快 小强游走过来以后 这个中路的帕根纳又是被直接抓住 这个被抓的话绕后了两次了不长技巧 哈格纳这个英雄 他就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兵线推的太快 自己想要去拿兵线的钱的话 战位一般就比较靠钱 这样啊风险就比较大 老师一在这里直接断一波兵 小强在身后蹲他一下来的是一个剧毒 一个剧毒的第一点装备 是选择直接去做分成面纱 分成面纱的剧毒的话 他这个加点其实不太合适 分成面纱的话还是主加 就是一二技能对点 然后有大点大 这样的一剧毒去出分成面纱比较厉害 他们的队友也没有其他人 有特别强力的这种 LOE的技能 所以他这个分成面纱 如果自己不打出来足够高的输出的话 出起来以后的性价比是比较低的 你与其出一个这么早 做一个分成面纱 可能还不如去尽早的 去做一个点进手来的实在 你做一个点进手 早一点把跳刀做出来 然后做分成面纱和跳刀这样的道具 这样的话价值会更高一点 得打一个粉 剑胜直接给穿刺 但是剑胜直接给打 但是被抽了以后被穿刺掉了 这波小强的这个运气也是非常好 自己在放穿刺的时候呢 正好是剑胜大招结束 而且正好是站在了自己的面前 这波捡回一条命 对方的神域被古法给了一波技能以后呢 也是直接开提一个大招 把自己给救起来 这样的话等于都没死 诶 剑胜这波开转 那这样的寄星的剧毒 这波应感觉是有可能要死 这还不是剑胜 我说错了 这是一个偷了一个转的拉比克 偷了一个转的拉比克 直接过来把飞和斧王 把对方的剧毒给弄死 这个节奏 老根捏现在又开始进入到一个 慢慢的又进入到一个 靠着没臂去过日子的 过日子的一个状态 而且链金这里在买出来自己的臂章以后 一直都没有运到 一直都没有运到 他在九分钟的时候就已经买齐了东西 现在已经快十二分钟了 还没有运到自己的臂章 白白过了三分钟 一号我们现在开始推了 一号我们开始利用这个蛇帮 再加上斧王这段时间的一个强势期 加上古法开始推了 小强这里这一招 后这鸡又感觉要死 撒一个粉撒到了漂亮 给上一头点灯 狮王这里过来以后插上一个墓碑 小强这波回头一个穿色 但穿空了 神域找到结果一个E直接带走 这一波远古野 其实已经来晚了 对方这个远古野早就清掉了 几星这个蛇帮 还好还好 他插的这个时间比较早 蛇帮这个东西持续时间是40秒 你只要在20秒之前插出这个蛇帮来 都不会封野 果然这边拉比克是偷了个棒子 开始两边对着插棒子了 果然变成了一个大棒子的对决 老鸡这个位置是自己找了找人 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自己的打招效果呢还在 但是自己的这个装备啊 现在还是需要先把自己的安眠心刷出来 安眠又先刷出来以后 然后再去做自己剩下来 又偷了一遍对方的一个大棒子 哎呦这个游戏啊 这个游戏啊 这真的变成一个大棒子的对决了 看下这边XZ的绕后 XZ的AMI两个人一个绕后 塞拉这里直接选择TP 这走啦 好无力 老干爹一股激无力的感觉 直接就被对方一个古法 当着自己的面就走了 练金术这场比赛加点 其实也是 maybe也是打的比较偏毒流一点 两次让对方的古法 开着虚无在自己的面前走 还是一级的不稳定化合物都没加 其实这个不稳定化合物 这个技能前期在你有了 八级到九级的等级的时候 可以加一点 酸性喷雾这个技能 你用来去耗远古野的话 其实是一个 反正你基本上耗远古野 都是在能够拉出远古野的时候就好 所以你的二级或者三级 或者三级还是四级 这个差距并不是那么明显 可以加一点这个不稳定化合物 来增加一点自己的一个 进攻可能的一个多洋性 增加一点龙丘率 像如果他有一级的瓶子的话 那这两次古法就都死了 那这样啊带来的收益 其实并不一定比你少一个 哎这个国书霜 给上一个进化 这里终于是摇了一个瓶子 结果还自爆了 不过还好 还是拿到这个人头 开了一个酸瓦 一刀直接拿到这个人头以后 3800在手上呢 马上也能够做出自己的亏要 这场比赛 老干爹整体的一个节奏 还是发挥的不错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经济现在很有意思 经济 老干爹在有炼金 而且炼金激进无解肥的一个情况下 经济整体落后 是ehome领先这个经济 ehome在人头数落后 在对方炼金无解肥 发育的一个情况下 经济反而是领先了4000 经济领先了3000 可想是知老干爹这场比赛 为了去保这个链金 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他这两个人一直就没有打过钱 几乎 这两个酱油 而且自己的大哥位的坚盛 现在的经济也是非常的崩 而且这个崩的莫名其妙 其实这场比赛队友 给他的支持也是并不差 下路的二两个外塔全掉 中路一塔掉 上路一塔掉 那这样呢 只有中路和上路两个塔 下路已经完全露入对方的掌握了 那你这样出现的一个问题 一个跳吼 吼住了以后 直接一塔爆发 没有斩死 但是一个穿刺起来以后 肩上也是直接被秒 AME的这个位置打前 不能说有危险 但是对方的 防这波跳刀 确实出不太意料 反观咱们对比 这双方的一个酱油 现在最主要的经济差距 就是这个经济差距的感觉上 应该是在酱油的位置上 三号位的鸡星的剧毒 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 经济五千一 对方对位三号位的 这个虎王已经有了七千二 因为这个虎王初始在打野 他等于发育节奏没断过 一号位肩上现在五千四 对方的一号位 其实这场比赛是老鸡 老鸡的这个估法是七千四 也就是也多了两千 这两个经济差出来以后 尽管说Mayby的经济领先的 对方的这个二号位领先的比较多 但是呢自己剩下的人落后的 他全面落后 几乎是一个 酱油方面的经济差的就更离谱了 这帕克纳还是果然是先 还是先做了一个以太 先做了一个以太 这个位置被定住以后呢 撒上一个粉 老鸡这也掩护一家队友 去杀了几个僵尸 但是自己这个感觉还是要死 现在就是Mayby这个点 在团战的时候冲出来以后 一号我们打不死了 没有人能够去处理Mayby这个点 如果说一号我们这段时间 还是要继续这么去冲出去 跟人去对对拼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有点送死的一个感觉 很快就可以送出一个两万的链金 这个两万的链金在 二十多分钟三十分钟以里的时候 出现一个两万的链金 这个就彻底挡住 老干涅这场比赛尽管说 剧毒这个点 发育到现在为止是比较差 零杀一死四助攻 剑胜 这几场比赛发位都非常的一般 但是Mayby 如果说一号我们不去解决 在Mayby拿到这种可以一位九的英雄的时候 他不去解决Mayby这个点的话 这个比赛是很难打赢的 虽然说高台是一个五个人的游戏 就像这场比赛 如果你不找到一个好的办法 去解决这个链金 你前期不去打断他的节奏 只想靠自己前期在对其他人的压制上面 然后转化成一个优势 推进对方的高地的话 这个是不现实的 因为你的节奏再快 你都不可能挡得住这个链金 在十几十二三十三四分钟 把自己的灰耀拿出来 这是不可能挡得住的 而一旦对方链金拿出自己的灰耀 等级达到十一级或者十六级以后 你就会发现你的输出不够用了 对对方稍微救一救 这个位置就是这个皮 皮又起作用了 对方还有后边还有一个神域 神域这一个大招加上以后 链金光靠自己的自然回血 就可以达到二百点每秒 你看这个链金一会儿不见 又刷了两千 稍微一个没注意 又刷了两千块钱 飞鞋在身上以后 又有了一千一的一个存款 一后面现在好像 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有斧王有小骷髅这两个点的时候 其实杀链金并不难 但是他们现在就不找这个点 拉比克已经做出一个疯涨 四千五的小强 四千四的拉比克 对方是两千的神域和一千七的一个尸王 酱油一直让这个经济差距实在是太大 跳好吼住了XZ 但是这个X2秒不掉 伤害不够 这给上一种磨面以后 这剧毒给上一个分针面杀 加上大招伤害给的很足 斧王这时候肯定是要死了 还有没有机会 大战果有瓶死之间 硬把这个刷给拼死了 就给小僵尸力攻了 这位的剑胜直接一个斩 对方的一个风胀 救一手自洁落地以后 还是被转转死 古法在后排的这场比赛 他的这个节奏太偏抓人了 老机这场比赛的一个 刷前时间刷的相对来说比较短 那你一号位大哥也短 二号位大哥也短 你这两个人 这个是一个会形成一个性循环的 对方的这个大哥一直在刷 Mayby这个点是从头到尾一直在刷的 这里Mayby又是一个酸物 过来控一手符 这要是一个赏金符 直接吃一口540块钱 再过来清两波远古 再清一波大野 直接就是1000块钱的收入 1000多块钱 连进这里也是等了一下 等这个 巨魔招了两个骷髅 招两个骷髅出来 一起清掉 自己再往上走 保持一下自己的刷新节奏 感觉地图上没有人 不敢出去 那自己刷新节奏断了的话 再往回补的话 又会损失一些钱 不过还好可以接受 他刚才这场比赛赛拉的 出装方式的顺序 还是跟之前的套路是一样的 就是先以太 以太完了以后 直接做一仗 但你这个以太完了 直接一仗以后的问题 跟刚才那波团战 所体现出来的问题 是一样的 就是站不住 那现在对方的链金 一旦冲起来以后 你没有一个没肯 去保证自己的对方 第一波你能够去 有一个缓冲的话 这个链金冲起来 好像是真的有点扛不住的 而且没有人出笛子 他们这个阵容 腐王出这些装备太拖 腐王可以出笛子 但是腐王真的是不能去做没肯 拦不够 塔格纳这场比赛 如果不去承担起来 做没肯和笛子的这个任务的话 对方的这个链金的辉耀 剧毒的分成面纱和大招 这些东西 加上各种毒 全都打出来以后 感觉还是有点扛不住 这里剧毒也是在用蛇伴去耗这个 优民守卫的这个血 肉山盾老干爹这边直接拿掉 一号我们所有的那人 都是成一个包围的态势过来的 但是好像 哎呦 这个杀王死 这个王死了 这场比赛要这么下一段 一号我们就 慢性死亡了 经济和经验方面 都已经是被老干爹实践了一个反超 虽然这个经济早就应该超了 而且现在这个 没必的经济 22分钟已经16000了 这个马上就要到达一个 2万经济的链金 分身斧拿在手上 下百零公星一出 这个就彻底打不死了 小强这个位置 也要死 也要死 一个斩尸过来 直接斩死了 没有皮 没有皮 没有大 这样呢 AME选择的是一个 相位双刀的一个路线 下一段装备 应该是要做一个 散尸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相位双刀 双刀这个道具 真的就是这样 优势局很厉害 优势局很厉害 劣势局很蠢 分身已经做出来了 练势局的分身掏出来以后 下一件就是 玲珠心 另外就是老干爹这场比赛 他们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 就在于养一仗 队友不需要出一仗 所有队友都有一张效果 他们这个养一仗一旦养出来的话就 以后我们就一点胜算都没了 他第一个一张如果养给狮王的话 这个狮王的作用直接就可以从一个三千块钱或者是最多五千块钱的一个臭酱油就变成了瞬间他的作用可以顶一个一万五左右的一个人 他这个A张效果第一口的这个作用实在是太可怕了 就看一号我们现在还是继续推 体了心还是推 这个推进没有没肯是挺忌讳的一个事 就是在整个dota2的这个节奏当中 推进不出没肯 现在这个版本就是威势净甲 如果有的话当然更好 没有没肯 没有秘法 没有赤红甲 也没有笛子 所有的团队上都没有的情况下 这个团战要是想打赢的话 就在推进的节奏当中想打赢 这个难度还是真的是有点大 如果坚持上根本就懒得理你 直接跑过来把你这波兵给你清掉 也被偷了一个转 这里剧毒也是摸出了一把跳 这个跳刀加上分成面杀 加上疯胀的这个剧毒 下一波团战以后我们就有点遭不住了 他们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团队装的情况下 对方剧毒的这个伤害 真的是血多少 打的身上就是多少了 在有这个分成面杀的效果以后 就接乎是接近这样的一个水平 然后再加上对方炼金的灰药和酸物的这个凸脸 这些人的血量可能根本就没办法有一个保证 对方举起来给一波爆发 炼上这一开转 出摸罐 出摸罐 还是死了 偷掉了对方 剧毒盾 运气还是非常的不错 这个棒子差的位置呢 有点鱼 对方其实并没有意思要过来跟你打 炼金这个时候就是直接过去推你塔 然后他的师把我自己的灵魂心一出 你就根本就不要想打赢这个团战了 现在炼金一个人的经济已经是等于对方两个大哥的总和了 炼金两万 对方的两个大哥都是一万 还不是两个大哥 是一个大哥一个三号位 起方的剑胜 跟对方的大哥的经济也是基本上拉平 剧毒的经济也追上来了 那这样上方的一个经济差就越来越大了 慢慢就越来越大 就有点快追不回来的一个感觉了 看一下下一轮 下边这个位置 两个隐身的英雄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办法去动手 现在团战一开 以后我们就要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就是全员每秒钟要掉将近200血的一个现实 剧毒的这个大招加上一个以太 加上一个分钟面纱 然后呢再加上炼金的灰药和酸物 这个全团或者说多半个团 每个人每秒钟掉200血 因为我们这些人血量太少了 而且没有一个回复道具 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是没有人去做梅肯这个道具 完全没有要做梅肯的意思 那这个比赛赢不了了 虽然说现在只到26分钟 但这个比赛这么下就肯定是赢不了 如果说古法早一点再做出一个 他选择去走一个秘法梅肯 然后转大鞋再出一塌这么一个套路的话 或者说我就是秘法梅肯以后 直接带队开始推 那么这个时候对方在只有一个炼金的灰药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时候我是可以扛住的 就是我可以利用我的这个道具 或者说我甚至可以出秘法梅肯 然后出笛子 我套着笛子去推 然后有笛子我就推一波 有笛子我就推一波 这个小米之下 远远比你这个A帐的效果要好得多的多的多的多 他到现在为止 这个A帐的效果其实是一个零贡献 后排这个地方想从后排去切 古法开始BKB是偷掉了对方的一个神月 但是自己也是被在减甲了以后 被对方的两个近战大哥直接冲过来 被秒了几乎 这里神月 这里神月开转 神月拖了一个转开转 这个王爷扛不住对方的速度 剧毒过来给上一个大招 咱先上这里开转 让你看看原版的 正版的转 那这样倒可以直接 在对手有剧毒的情况下 笛子这个道具的收益是最高的 没有之一 其次就是梅肯 其次就是梅肯 然后几方的这个阵容呢 如果说阵容里面有个老陈是最好的 就是让老陈去做这些辅助道具 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像这场比赛如果没有老陈 赛拉的这个古法 其实应该是把这个责任承担下来 但是他没有这样去做 还是走的一个常规的出装 非常常规的出装 但是可以看到他的这个A杖 加上以太的这个作用 确实是十分的有限 这波虽然说他用这个吸血 吸死了对方的一个剧毒 但是这个并不能够去掩盖 他这个A杖出的 没什么卵用的这个现实 因为杀掉对方的这个剧毒 根本就治标不治本 根本没有任何的影响 对于实际战斗 联系灵中心出来以后 身上已经有了4000多的一个存款 看看要不要开始养队友A杖 现在钱已经够了 他自己如果再出装备的话 再出一个兵甲也为常不可 但是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这么着急 去出这个兵甲 还是说现在养队友A杖 来的更实在一些 队友的A杖毕竟还是挺质变的 尤其是剧毒还有狮王这两个点 看这个意思好像还是先向我买兵奖 可能花的这个钱应该是还是先做兵奖 西瓦的一个卷轴 也缺这里找到了一个神域 这个神域选择开启绿杖 自己给自己套上一个魔免一个加血 但是还是要死 这个差眼的意图实在是太明显了 六神装的一个练金 29分钟26000经济的一个练金 经济已经他坚上的经济在破掉对方的这几个塔 拆掉这几个塔以后破掉对方下路以后的经济也是来到了全场第二 14000 AME的坚上这样比赛 体现价值的时候不多 人头虽然说没少拿 他拿了七个人头 七杀一死三助攻 有效参团数量并不算少 但是很多时候都是他过去以后就减漏 结束这场比赛 这个团战已经打完了 或者是对方逃跑的时候跑过去给个打招 好几次的人头都是这样出来的 主要这样比赛 MAYB的这个点一直没有被制裁的话 在中期开团了以后 MAYB这个点闪光实在是太亮了 他完全把这个坚胜的一个存在感给掩盖了 MAYB刚刚开出大招可以直接上高 就守不住了已经 塞拉的这个A仗大招其实 真的是没什么用 帕格纳的A仗大招是在有特定情况下 他这个价值是不错的 比如面对对方那种血比较少 有闪避或者是类似这样的英雄 比如PA 对方如果有一个PA的话 你出一个早点出一个A仗 给他一个C给他一个吸血 然后这时候PA就彻底就傻眼了 因为PA这个英雄基本上不会去选择出什么分身斧这一类的道具 但是面对炼金这种英雄 你出还是这么就照搬照抄的出以太A仗的话 对于炼金的这个威胁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 无非就是你吸我我先撤一下对吧 你再吸我我再撤一下我看你有多少蓝 反正你吸我一下我再撤一下我这鞋就回满了 这个地方还是自爆了没有扔出去 先生直接开转 站了小强也直接被杀 以后我们这场比赛应该已经可以直接打GG了 这个已经没有没有翻盘点他们这个阵容 现在想翻盘的话需要就你如果一定要说翻盘的话 小骷髅不要再出DPS装了 小骷髅赶紧做个做个羊刀是真的 现在小骷髅迅速做一把羊刀 然后利用对方链金比较喜欢带线的这个特点去抓两拨链金 利用自己的羊刀加上爆发 卡对方链金的这个大招结束的时候给上一个羊刀 然后呢队友来一个斧王差不多来一个斧王就够了 或者小骷髅也可以跟过了 在不给虚无的情况下直接开吸血 小骷髅一波爆发 然后尽可能把这个链金带走两波 那这样的话是有可能能够前程翻盘的 但如果这个小骷髅继续做DPS装 不管你做的是金箍棒还是大炮 你这两个刀就哪个拿出来 或者这两个刀就都给你 你都打不死这个打不死这个链金 所以说这场比赛打到这儿 从1号我们这个小骷髅出装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 已经是不具备翻盘的可能性了 这刀的稍微多了一点 刀的稍微多了 刀到了直接打完盾了 不过对方也没有来抓 33分钟这场比赛又是拖到了 又是拖了30多分钟 人头数只有18比7 经济方面已经领先了1400 经验方面5000 剧毒的等 剧毒的经济也是超过了对方的大哥位 E-home这个阵容本身 你就是要提速的一个阵容 提速的阵容的话 你没有人去做团队装 这个速度是提不起来 王那个跳吼是没吼到还是被救了 没吼到 炼金这个身上现在唯一能换的 就剩下一个B张了 但是这个B张没有道理去换 他现在就是有钱养一张就行了 还是不是已经养了呀 身上这个钱不太对见 应该是已经养一张了 养了剧毒也给 16级的A张剧毒有以太 冲进来 AME直接开BKB 被对方斧王吼住 这里激星冲到人群当中 给一个A张的大招 伤害给的非常的足 肩上这一个斩 斩到一个BKB的斧王身上 没有斩死 自己感觉是要焦 焦盾 焦盾也无所谓 反正站起来以后 身后还有一个非常坚强的后盾 Mayby的这个炼金啊 肩上又是一个挑刀出来 直接追死了对方的小骷髅 这个骨弓死掉的话 征路高低高破 那么这个 应该不用再往下坚持了吧 那没有买活啊 两个大哥都没有买活 这两个大哥都没有买活 这个没有什么坚持的必要了 这样塞拉打出之地 那这样啊 恭喜老干爹 是搬回一盘 就应该这么打我跟你说 你就踏得实实的 让Mayby一位九 就行了 不要想什么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 那么这场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数据统计 然后我们就结束这场比赛 来看一下最终数据统计 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 炼金这场比赛是 最终是打了一万七 一万六的伤害 然后剧毒是打了一万七 所以寄星的这场比赛 为什么我说寄星这个点是 老干爹这个队伍当中 发挥比较稳定的一个点 就他每场比赛能够打出来的伤害 还有他所占到的资源 以及他所应该起到的作用 其实都是比较合适的 AME这场比赛呢 他仍然是只打出了一个一万的伤害 还是没有自己的三号位打的多 人头数倒是没少拿 出出还是比较有效 反过来一号我们这一方呢 帕文案这个点 虽然说他打了全场最高的一个 全队最高的输出 资源只占到了全队的第三 但是确确实实他的出装问题 还是比较大 全队一号我们这个阵容 最适合去出密法没啃道具的 就是这个古法 但是这个古法 他作为一个一号位 他仍然选择去出了一个以太和A杖这样的一个套路 其实意义不大 他完全就做一个团队装 把所有的团队装出齐 然后他这个其实对方的高地早就高破了 因为炼金虽然很顺 但是炼金在面对对方有笛子有没啃 甚至威尸镜甲的情况下 他是冲不出来的 他冲出来的话 我有一个古法 有一个有一个骨弓 有一个骷髅 还有一个 斧王 这两个点都是比较克制他的 而且你要往下随便的一种酸物 想跑的时候 我直接开一个皮给你定在原地 也是可以的 两个比赛还是出装的问题 阵容方面打炼金本身确实不好打 但是出装问题方面也比较严重 好了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我们稍着休息给大家带来双方第三场的比赛 我是三号大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